2020年3月31日 今天是31日的最后一天 我想世界各地好像都在下雨 芝加哥反正已经临时两个礼拜不停的有雨 可以说是这个三月里的小雨 让我们来看看芝加哥今天的小雨 我们的小雨 因为小喜 那我最初的小雨 CDV 发了下个片 真是非常的艺人 你看芝加哥临时两个礼拜了 这个鸡肤 每两斤鱼可以 每两斤鱼可以 这个鱼 也有鱼的景色 把大地也洗得很干净 鱼肢跟符 也是一个 或者也是特别的景色 我想世界其他地方 可能也差不多一样 这首歌是 我们今天引用的首歌 是基加哥地区的标音 是在韩语里斯唱的 这首歌 他前两天刚唱完 果然基加哥就小雨 哒啦啦下个不停 写的真是很灵硬 三一六的小雨 六一六花下个不停 要讨论的一个 第一个主题就是上海的疫情 即香港这个 这个已经有 大概有一个多月的 这个营重的第五波疫情 Omicron之后 上海最近三分初开始来 也开始营重了 那么到今天 这个3月31号为止 有感染人数已经七八千了 这个 而且上海把 上海世博会的 还有几个地方的场馆 都修建为 这个隔离中心 像世博会 那个地方已经隔离的 近一万人 这个 继媒体的报道就是说 浦东分期 分了 就分期 浦西这个礼拜也分期 浦东浦西就分了 分期的概念就是说 把这两个区都分掉 就只不能出 也不能进 但是没有封城 在这之前 中国的西安还有 这个 深圳短上的分到 三天到一个礼拜 但深圳已经解封了 但是上海市市里面分 但只是这两个小区里面 浦东浦西因为比较密集 不是分了 目前分完之后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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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他们没有实际 他们没有实际准备 就已经分掉了 那很多人家里面 准备不充分 浦西还好一点 因为他们知道的 早 所以是已经 其实两个礼拜准备 多数家庭都还有一定的储备 但是 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我昨天 今天跟我大学同学群里面 也在讨论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现在秦国已经有二十几个省市 都八番置婴上海 秦国各地往上海运送蔬菜 这个 还有这个食品 还有这个 还派医疗队 我跟大学同学群里面说了 这真是秦国人民新零行 秦国人民新西上海 这个 大家的 外界的口号就是 上海挺住 我们和你同在 这是 这个 上海的疫情 这个 目前的最新情况 那个 讲到这个 上海能否守住 这个 就我们讲到一个清零政策 就是这个清零这个车 之前 反正 都比较特别 而且也有一些人在讨论 我自己也是 这个车也是 很好奇 那么现在的清零 这个意思就是说 把所有的 清零核酸警策 把所有的人 可能 有 这个 这个 感染的人都隔离开来 断解感染营 这 在美国和西方国家 是从来没有做过的 把人人都当自己的警策 是吧 所以这是清零警策 之所以这么做 是中国的国权确定的 那就是说 中国的人口密集度高 比如说上海这样的地方人口 老龄人民 以我的密集度更高 这个 他们就是说高危人情 所以说 反控必须是很应格 这个 嗯 这就是 为什么 这个中国要实行清零政策 另外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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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 那么还是谈疫情 就是香港的 这个 疫情问题 香港 就是说 疫情 第五波疫情 来势汹汹 有一个 最近听我这个 嗯 视频 我本来想起 起个题目 叫做 嗯 上海挺住 香港 荣幸 但是呢 我觉得荣幸这个词用的 不太好 那么可以说 嗯 香港在这波 第五波疫情当中 就是说 就像有的人说的 要躺平了 嗯 确实是 嗯 600多万人已经有 100多万人感染了 这个是 呃 可以说是 非常之云俊 这个 当然了 嗯 就跟上海一样 香港得到内力的很多支持 所以说 这个抗议是经济的 但是 这个 嗯 香港 有强大的抗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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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ext topic we talk about the U-King and Russia war yesterday the President 嗯 Biden said U.S. will the 嗯 put additional 2 billion U.S. dollar to support U-King war fight to Russia 就是说 昨天拜登总统说 啊 要美国要追加20亿美金支持乌克兰 对抗这个俄罗斯 那么 到了 2020 3月31号 已经 微微之上一个多月了 最新的情况就是 这个 这个 嗯 战争继续进行 但是 俄罗斯也遭受了重 重创 那么 嗯 我们回顾继续 其中有一个话题 就是说 呃 为什么这个战争过程中 美国的 美国的信息是最准的 因为 2月24号开战以前 呃 拜登说了 要 俄罗斯要入境乌克兰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相信 包括 据说 包括这个 乌克兰人自己也不相信 呵 但是 2月24号 果然有战争发生了 那 呃 呃 大家就会 知道美国的这个 这个 情报是可信的吗 呃 嗯 嗯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 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据说美国的情报局说 有什么可靠的 有情报说是 嗯 普京下令 嗯 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 就是把希腊里的票格 呃 干扰掉 然后让川普得更多的票 让川普当选 嗯 这也是美国情报局机构得到的情报 呃 有媒体报道 像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中文 中文 这个媒体的报道就是说 嗯 他们猜测就是说 美国的像中文学学 还有这个 其他部门可能在 克里米公里有间谍 那如果间谍 这样是做的很厉害的 除此之外 嗯 可能美国还有特殊的这个 技术情报的这个 信息 这个手段 嗯 所以说 美国的话 靠不靠谱 可不可信 嗯 通过这次 拜登对乌克兰 俄罗特斯这样的这个议员 这个信息来讲 是可信的 嗯 这个 我们 最后再 讨论一个话题就是 目前就是东航 MU飞机的十四问题 昨天 中央政治就召开会议 特别 就是为这个十四飞机市场召开会议 习近平说了 要 嗯 特别处理好这件事情 嗯 同时呢 中国银行下面的这个 呃 保险精管系 精管部门 也 敦促 下面各银行 各保险公司 开始 赔偿这一百三十二个 这个 嗯 十四中 这个 嗯 实际生命的人 这个 呃 呃 MU 韩德东韩的这个 呃 这个 调查还在继续 呃 何华子已经找到 这件事情 呃 是 目前来 对中国来讲 实际疫情之后 呃 呃 又来的 另外一件 这个 呃 大的 这个 呃 不幸的这个 这个 呃 看出来 中国 今年的这个 呃 呃 情况还是 出的问题 还是 不少 这也是 对中国人的 一个挑战 和 这个 呃 嗯 这个考验 这个 二零二零三月三十一号 今天是三月三十一的最后一天 百美新为市 这个 嗯 嗯 欢迎大家 这个 这个 收看我们的 这个 频道 我们的频道 呃 最初呢 是在YouTube 和这个 金益头条上 同时播放 在美国 世界各地 中国内地 都可以 这个 呃 嗯 嗯 嗯